要把這個好這個想辦法把票都要給這個 首先就是在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在前一位之後當然大家關注就是你的民調的部分 是不是要把它給先拉起來好這很重要 那麼韓國瑜在今天呢他也來致辭許願了 他說今天是個國民黨非常重要的一個大活動 好像什麼呢生日蛋糕推出來 生日蛋糕推出來就是要許願嘛 所以許三個願望 那麼希望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兩岸和平交流 永遠不會有戰爭 在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的帶領下 下架貪污腐敗把台灣推向戰爭 且謀財害命的民進黨 這是他今天三個心願 我們請教湯教授 這次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權財會 我覺得說是非常的圓滿 裡頭幾個特點呢 第一個時間短第二個速度快 第三個無意義 一下子五分鐘通過了 都沒有人講沒有人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是快很準 快很準沒錯沒錯沒錯 那所以說呢 這一次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出發 那意思就是說 現在尤其是韓國瑜的這個角色 扮演的也非常好 那侯友宜呢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是漸入佳境 尤其他引用了這個韓國瑜的這句話 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句話我覺得那個時候已經達到高潮 這個讓全部的這些參與者呢 都非常非常的這個興奮 而這一點呢我倒覺得 我想到另外幾個另外幾個狀況 第一個這個葉倫啊 葉倫跑到北京去 他也說啊世界夠大能夠容納兩 這個中美兩國 其實這個是習近平的話 那這個基辛吉也跑到北京去 他就說我是以老朋友身分來的 這個老朋友也是中方的語言 意思就是說這些現在這些政治人物啊 都喜歡引用對方的他們的這些語言 那我覺得這個是就是一種非常時髦的啊 一種表達善意的一種方式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思啊 那所以說我覺得現在的這個情況呢 那大概就幾個我做幾個評論啊 就第一個是漸入佳境 可是還有略顯不足 略顯不足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現在這個韓國瑜啊 始終沒有把這個侯友宜三個字講出來 意思就是說還稍微的有一些保留 可是呢總的講起來呢 韓國瑜的這次表現呢 可以說是泱泱大度啊 那略顯不足 那所以說仍需努力 所以說還有一些些的 這個心理上的這個疙瘩啊 都還存在沒有完全的消除 那我想消除了大概是80% 可是還沒有完全 那所以我想說這一點啊 還需要這個雙方來進一步的努力 至於說這個郭台銘的這個角色啊 你說它重要嗎 它好像重要性現在一直在降低當中 可是你說如果沒有把它整合進來的話 那對國民黨來講 確實也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啊 其實啊我倒覺得啊 這個郭台銘他的這個想法 以及他的這個專長啊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行政院長的角色 因為你當了總統了以後啊 總統管什麼啊 總統管兩岸國防外交 這個東西也不是你的特別的這個專長 那可是呢你在科技方面的這個專長 如果說有一個適當的位置 來讓你發揮的話 因為我倒覺得說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來雙方來協調一下呢 是當然前提就是你要先拿到執政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今天呢 在這個舉辦了全代會 那麼同時也說未來執政之後 大家要共同建立一個和平安定 公平正義的執政大聯盟 在這個全代會的主事局 大家可以看到意向翻轉的方塊 政黨輪替翻轉台灣 重返執政撥亂反正 那麼在今天朱一仁主席也 宣布了正式通過提名新北市長侯友 以為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他說呢這個正式提名不僅 再度的高呼菲律在野大聯盟 喊出執政大聯盟在野團結下架民進黨 同時他也表示了民進黨讓台灣 兵凶站圍提名台獨精算賴金 來選總統 台灣成為全世界最威脅的地方 超過六成對政黨輪替的期望 一定要下架民進黨 唯有呢政黨輪替翻轉台灣才會更好 那這一次呢提名侯友宜是經過公平民調 全體立委縣市長共同意見調查 2024要來拼政黨輪替 就必須要結合每一個人的力量 請教敬平哥 其實侯友宜今天講這一些話 他自治我相信有準備 有備而來 而他在這個全代會正式追認 確定提名他之後 那他把這個有關於現在台灣民生經濟的問題 還有兩岸的這個兩岸的這個危機 然後順著 尤其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新聞 傷敗的畫面 順著韓國瑜四年前 喊出來的這個金句 莫忘世上苦人多 他說他一直放在心上 這句話他說 辛苦人真的很多 對 韓國瑜在台下也聽得 平民點頭如搗蒜 我覺得是有一種傳承的意味 對啦 就是相呼應 四年前韓國瑜打動人心的一個主軸跟口號 四年後 2024年這一場選舉 他透過今天這一場全代會 向韓國瑜致敬 然後把這個韓國瑜的 當初所喊出來的這個 震天駕響的口號啊 把他召喚出來 所以韓國瑜在台下 他看著全程看著這個侯友宜 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在表述這些 當初他說過的這些精神的時候 他也非常的這個認同 所以我覺得 你說這個要如何進行韓國瑜 跟侯友宜之間的彩排 或者是排列那不太可能 就只有雙方兩個人到場之後 2020年的這個 當時的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韓國瑜跟現在2024年 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兩個人台前台後 然後台上台下 同時呼應 然後那種感覺才能夠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 當大家討論到說 侯友宜他在台上 他講出來這些民進黨的這個問題 然後台獨今孫 台獨務實工作者 不是最近又開始有一些 這個美國的一些部分 依賴論 然後到底這個賴清德 走路白宮是什麼意思啊 那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所以 他的主軸呼應到扣住 從國民黨這次 在黨內決定徵召提名 5月17號這個提名 侯友宜之前 就喊出來的這個團結 在野的這個聯盟 非綠的陣營 然後下架民進黨 所以你看侯友宜今天在現場上 不是也喊下架民進黨 對 所以不是只靠他一個人 是靠所有的人 當然啦 剛剛從這個湯老師 到我們這個董哥 還有其實最近以來 很多的名嘴來賓都講 下架民進黨 這個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上個禮拜 接近周末出現的民調 都還有六成的人 民眾希望政黨輪替 連行政院長 陳建仁在回答 國民黨立法委員 真名中的質詢的時候 都直接脫口而出 對他贊成政黨輪替 雖然他說 這是在現場 一般正常的民主政治的情況下 他贊成政黨輪替 但現在不一樣 這個就是後來是硬拗嘛 那現在不是一樣 國民黨民進黨 就像美國民主黨 共和黨 英國保守黨 公黨 民主國家社會 就是會有政黨輪替 政黨輪流執政 所以當現在大家 有六成以上的老百姓 民調都認為說 還是希望能夠下架民進黨 再換一個政黨輪替 台灣這幾年來 八年政黨一次 八年一次政黨輪替 幾乎這二十年來 從陳水扁 馬英九 蔡英文 已經變成一個常態 所以 我也希望說 在這一次 如果沒有政黨 再次輪替的狀況的話 那民進黨 就要再繼續執政 十二年 如果賴清德這次當選 世家蔡英文八年 不就十二年了嗎 大家還要繼續 再苦十二年嗎 已經苦了八年了 已經累了八年 已經不爽了 插插了八年了 然後還要繼續再插 還要再插四年嗎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就是這個氛圍 所以民進黨 他下了一個狀況 就是我要防堵這個 厭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的 這個持續發酵當中 從去年年底的 這個縣市長選舉 一直延續到現在 而國民黨跟民眾黨 還有所有 希望能夠下架 民進黨的這個狀況 這個推波助瀾的力量 就能夠希望把它擴大 所以今天為什麼 韓國瑜到場 侯友宜 他要跟著這個韓國瑜 然後還有包括你看 侯友宜在那邊等很多 的這個貴賓 包括馬英九啊 還有這個洪秀柱啊 他幾乎都在到場門口 在迎接 後來我看到這個新聞媒體 有訪問這個侯友宜 記者在賭賣的時候 就說侯市長 你是故意到那個門口 他說因為今天來這邊的人 都是挺他的人 全部都是自殺 他知道自己今天的角色 對 你除了是新北市市長 今天還在你 這個新北板橋體育館 辦這個 這個造勢活動全代會 跟四年前一樣 你就是一個地主 那你今天也是主人 你在門口去等所有的人 然後尤其是等韓國瑜 這個就是我想要看到的畫面 老實說啦 前兩天我就很擔心說 侯友宜跟這個韓國瑜 又會出現什麼樣的感覺 像有些人講說 會不會燕子漢子兔子 行李如宜相敬如賓 結果還好 今天三個人非常的樂弱 你看三個人站在台上 這樣子手牽手 一起高舉這樣的一個 這個口號 然後一起這樣很樂弱 然後你看韓國瑜跟這個侯友宜 還不時交頭接耳 從進場的時候到上在台上 而且大家剛有聽到 中天的記者也有觀察到 韓國瑜特別交代侯友宜 要做自己不要被牽著走 這個是韓國瑜打從內心 將心比心的提醒侯友宜 告訴他不要被牽著走 做自己就好 韓國瑜有非常深層的 這樣一個深刻的這個經驗 過去四年還有四年前 他被罷免過 他被大家這個推崇過 然後他去選總統 代表國民黨出征過 這個一路以來 如人飲水人暖自知 他知道綠營怎麼樣 會結合所有一切的黨媒 黨政軍的資源 去羞辱他去修理他 各種的方法 所以侯友宜現在碰到的狀況 是跟韓國瑜四年前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風劝說 今天正式追認確定提名 這個侯友宜之後 侯友宜就跟四年前的韓國瑜 那你就要開始 當然他自己要重新 我們一直講過說 包括他的人設 包括他肌肉 因為現在幾乎 萬事都準備好了 韓國瑜也歸對了 帶著這個韓粉 希望高呼著韓粉 要支持他支持侯友宜 然後他的文宣 他的組織 他的所有的都已經 差不多都成形了 也都在他身邊 金小刀金普聰也操盤了 我們再看最近這幾場的造勢 從台中新北到桃園 幾乎都也都回來了 每一場幾乎都是議長跟地方的四黨部 還有像這個第一場 上禮拜第一場台中市 然後第二場新北市 第三場我們桃園 議長都帶領著這個地方黨部 所有的頭人一起這樣子 陪著侯友宜幫著 我覺得那個氛圍就是慢慢出來 我覺得相形之下 他的組織 他的地方的路戰會越來越熱 熱戰 然後會越來越熱絡 而就算今天新聞傳出來說 郭台銘要打算走自己的路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九十五九十九以上 你看他今天引用孟子的話 雖千萬能無往以 你就去無往嘛 你就去往 就去無嘛 就去往以啦 隨便你啦 那就算用這種方向 你會讓大家看到 是不是誰背棄了自己 曾經的公開支持的承諾 背棄了自己的政治承諾 慢慢當另外一組 因為現在就看 不要說賴清德 賴清德他的鐵板一塊 他的天花板上不去 他的地板又很鐵也下不來 他就是在這個區間 他就是頂在那個三層三層五上下這樣區間 那其他的就全部看 柯 侯 還有郭 那郭你要自己出去走 緊張的是柯 我告訴大家 真的緊張的是柯 你看今天柯到了這個高雄高平地區 他那個臉色 人家在問他 然後說 郭放了一些符號 看不懂然後怎麼樣 能不能越過洲水溪 你看柯現在又二都往這個中南部跑 然後又說 他現在這個七月辦了六場 八月要辦八場 那民眾黨像陳志漢他們也幫這個柯P說 接下來因為民眾黨沒有像藍綠兩黨有 這個比較強化的這個強大的基層組織 所以他們就打算用這個所謂的 選擇之友會來強化鞏固這個 柯帶基層的這個組織力量 所以用七月八月這樣一個 七月快過了嘛 那八月的這個造勢活動來取代 但是這樣有用嗎 我就跟大家講兩個禮 一個多禮拜前柯P到了這個 高雄市左營區的這個倉化 這個他的一個元帥府 那當時這個元帥府 他的這個主委 叫做那個陳善惠 他是五黨籍的高雄市議員 他之前是力挺陳其邁連任高雄市長 也是力挺蔡英文選總統的 那結果後來柯P那個 拜訪完之後行裡如意嘛 就是他人家來當然主委 地方的宮廟都是這樣 因為接待了一下 出來之後柯P前腳才走 人家地方的記者就開始媒體去賭賣 來問陳善惠主委 那你到底是支持柯P啊 柯P是來拔樁的嗎 來拔陳其邁跟這個蔡英文 和賴清德的樁嗎 結果人家陳善惠就說 民進黨最近做得怎麼樣 大家去看就知道了嘛 在野黨的表現如何 大家去看也知道了 我支持會做事的人 我不支持會打嘴炮的人 我不支持嘴炮的人 他就這樣講啊 柯P多難看啊 而且一出來之後 看到人家在旁邊民眾啊 他以為這個要跟柯P合照 然後柯P就跑去跟他握手 然後結果握手之後 然後媒體就在旁邊 要不要合照啊 那民眾馬上揮手 不要不要 他沒有要合照的意思 會錯意的 所以高雄那個地方 屏東那個地方 是很綠的 深綠的也好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那邊打了多少年的這個選戰啊 那柯P你想要去輕易的去拔樁 我覺得你會不會踢到鐵板 所以我覺得他要辦選擇自由會 OK民眾黨本來就有他的一個步驟 和狀況和Tempo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組織的陸戰跟城鎮戰 雖然今天也有人講說 國民黨也有一些什麼挺郭派的這個縣市議長 沒有去這個全代會會場 那不重要啦 今天這本來就是黨代表聚會大會啊 一千多個黨代表 雖然有人說只到了六七成 每年黨代表 國民黨的黨代表全代會都到六七成 我記得去年還前一年沒有選舉的時候 只有五成耶 還五成不到耶 所以今天六七成剛剛好而已啊 就跟以前一樣的水準啊 之前要拿出來嘴很好笑 像我也沒去啊 那六七成的全代會不就這樣 我沒去我就不挺侯友誼嗎 所以這一些狀況 大家就要拿出來去比較啊 跟四年前跟兩年前啊 做一個這個比較全國黨代表大會 那些議長有些人沒去 他像什麼有時候徐政會在花蓮 不是所有的縣市長到齊了 所有縣市議長到齊了 就表示說侯友誼就一定這個團結無誤 但也不是說所有人都不到了 侯友誼就完了 那所以今天要看的狀況是 國民黨這個侯友誼把握的機會沒有 韓國瑜等於是帶著所有的這個人氣 滿滿的這個我覺得意氣跟氣度 因為他有那個高度跟這個他的大度 那侯友誼展現的是回報的溫度 這幾個人這樣聚在一起 你要把這個機會聚攏起來 掌握那個機會還有那個氣勢 想辦法在這一個月之內 因為他的民調無庸置疑的 也不可否認的 過去這一兩個月以來 一直是這個排到第三 你要想辦法追回來 然後如果郭台銘確定這幾天 一個禮拜他深思熟慮之後 決定參選了 我告訴大家 柯P的這個民調一定會被郭台銘拉走 你看這個林傳媒前幾天公布的民調 郭台銘就變成跌落10%到9點多 那柯P的民調就被他拉走好幾% 那另外一家風扇民調也是 西卡都也是郭台銘就跑到老四了 然後這個也拉走柯P的 都是柯P受影響啊 我也認為在這個階段 侯友誼要馬上去追趕柯P 當然是比較辛苦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你要借郭採柯 或是郭把柯拉走了 當變成 柯 侯 郭都差不多的時候 郭他的民調是慢慢的消轟 他的聲勢慢慢下來 如果他確定宣布參選 那我剛剛講的 他的很多事情狀況都不利於他 那柯的狀況呢 又被他拉走一些的話 主支站他又沒有像 綠的民進黨跟藍的國民黨 那國民黨當他歸隊之後 723今天全代會之後 勢必黨紀會更加嚴明 很多人會覺得 那小雞啊 你看還不是有些候選人 想要去蹭郭啦 去蹭柯啦 想要跟柯同臺 跟郭同臺 雖然不是選舉趙市長 可能是上節目啊 或者是上什麼董事長開獎之類 那這樣子當然 國民黨也不會不防 因為一旦郭台銘正式參選之後 就像柯P他宣布參選 郭台銘跟柯P都參選 那就是我們的這個 不是合作的友軍啊 沒有什麼什麼 非敵即友 就很正常 本來就是這樣啊 非友即敵也是這樣 那如果國民黨的 立委參選的小雞 還要冒著風險去撤他們 就算國民黨第一時間 沒有去處理他 他的支持者 他的選民也一定會看得很清楚 你在選舉投票的時候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 提名的正式 今天都正式提名喔 在這個全黨會長 你們這些正式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如果還去跟柯P跟 這個郭台銘搞曖昧 還去出現在他董事長 開獎的場合 或者是出現在他的這個節目 那當然選民自己會 想辦法對付你 選民國民黨也不是笨蛋 國民黨支持者也不是白癡啊 藍營的支持者 藍營的選民 國民黨支持者就會覺得 那我幹嘛投給你啊 你自己在那邊 心圓一碼什麼都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空間 他們自己要拿捏特別的小心 政黨的分際就是如此 如果民進黨提名的一個立委候選人 跟民進黨提名賴清德 你去看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 他會跑去看這個郭台銘 會跑去看這個其他人 像柯P那些嗎 不會 所以這本來就是政黨 他有他的一個分際 我相信在今天之後 黨記只會越來越嚴明 如果還有人想要抱持著 這個僥倖的心態的話 接下來四五個月 馬上會一一現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這位是電腦 最多的組合 我找你 一次請鍛鍵 有3分鐘 約到現在 陳列 太陽星其實 有點緊張 很興趣 我覺得